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10月17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 18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在国家会议中心、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 介绍了高峰论坛的重要成果 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历史性成就 成果汇集150多个国家 开脱出一条通向共同发展的合作之路 机遇之路,也是繁荣之路 成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 本届论坛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为主题 来自151个国家和41个国际组织的代表 到北京来参会 注册总人数超过1万人 可谓万人盛会 再次体现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巨大的感召力 和全球的影响力 王毅表示,此次论坛坚持的最鲜明特色 是行动导向、高效务实 共建一带一路既要凝聚合作理念 更要采取实际行动 共形成了458项成果 每一项都是实实在在的 这一数量远远超过了第二届论坛 其中包括深化互联互通合作北京倡议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北京倡议 还有一带一路数字经济 国际合作北京倡议 绿色发展投融资伙伴计划 一带一路连接建设高级原则 等重要的合作的倡议 和制度性的安排 也有为到2030年为伙伴国 开展10万人次的绿色发展培训 将联合实验室扩大到100家等 具体的目标 而企业家的大会 达成了972亿美元的商业合同 有助于为各国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增长 共建一带一路不搞清坛馆 要做行动派 必将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 促进全球共同发展 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会上有记者提问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 国际社会对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的关注度有了显著上升 近年来 其他各国在相关领域 也提出了不少倡议及合作机制 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倡议 同这些倡议机制的关系 对此王毅也做出了回应 我要说的是 中方的一带一路 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我们欢迎各方随时加入 同时我们希望 其他国家的互联合同的倡议 也都能持开放的态度 不要搞封闭的小圈子 中方愿意同所有互联互通的倡议 进行对接 共同探讨 开展对发展中国家有益的合作 比如 我们可以同欧盟提出的 全球门户计划对接 发挥各自优势 形成合力 我们共同来帮助发展中国家 加快建设基础设施 有人声称 美国出台的 全球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倡议 说这是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的 我认为 这种说法 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的 又一个立正 即使短视的 负面的 也不会得到 国际认同 不能把什么问题都政治化 不能换上 政治化的 狂想症 王毅表示 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 而冷战对抗 脱钩锻炼 逆历史潮流 没有出路 中方愿从正面的角度 看待竞争 竞争不应该是相互抵消 而应该是相互促进 我们不妨在国际上比一下 谁能为发展中国家 建设更多的公路 铁路 桥梁 谁能为低收入国家老百姓 建设更多的学校 医院 体育馆 我们有这个自信 我们 也有这个底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